你 你现在也看到了 要想给这些仙兵神奇们洗尘呐 那得有多难呦 我还以为四冰剑男对付的是浮沉里 但我没想到竟然是他们 你这里的一些仙兵 都已经修炼出了仙石了 很爱胡闹的 我可做不了主 可是 傅臣叔 你带这个外人进来 是干嘛的 这还用问吗 又是来逼我们洗尘的 太虚哥 你说怎么办 不洗 不洗 就不洗 胖胖的叫做宝葫芦 宝葫芦 这个女娃娃叫做灭颤奴 灭颤奴 那个那个 是太虚刃 人家可一点都不虚 他们仨就是这里最难管的了 我是阿姨 我 来 帮 你要是想给他们洗尘哪 你就得 用最笨的方法咯 最笨的方法 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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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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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es 啊 啊 你给我去洗尘好不好 啊 你听话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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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 好玩 真好玩 好玩 叶爽了 好 小心 阿音 阿音 你没事吧 叶爽 你怎么来了 我现在是四兵殿掌殿 当然要来了 掌殿 你 如假包换 扶尘参见掌殿 以后你们都要乖乖听话洗尘 如若不然 我作为掌殿 可是有权利把你们融了做成马灯的 别吓唬人了 我们可是天兵先弃 谁敢容我们 要不你试试 先生 我能不能问问你们 为什么不爱洗尘啊 洗尘 洗尘很疼啊 很疼 很疼 那我向你们保证 我给你们洗尘 肯定不疼 而且会很舒服 怎么样 保护葫芦 不疼吧 不疼不疼 非常舒服 太徐大哥 太徐大哥 你们要不要进来试试啊 我真的没有骗你们 确实很舒服 不试试吗 这日头 打西班出来了 之前给你们洗尘的 用的是打磨精气的熔金岩浆 所以你们自然就会疼了 今日我换成了灵力 你们就不会疼了 既能够除尘 还能够松筋疏骨 那我也试试 准备好了吗 阿姨 还是你有办法呀 还好你来得及时 我可要被他们给折磨死了 对了 你还没说 你怎么会到私兵店 来当掌店的 不是说好了以后 彼此照应吗 我听说你来了这私兵店 便抽空去打了几家 就把这掌店 给赢回来了 你真好 怎么样 舒服吧 好舒服 你要一直留在 私兵店里吗 你要一直留下的话 我以后一定乖乖洗尘 不管我再不再私兵店 只要你们需要洗尘的时候 我都会帮忙的 因为我们是朋友嘛 朋友 你 不当我们只是杀戮之妻 杀戮之妻 你们有神识 跟我一样有喜怒哀乐 所以我们当然可以做朋友啊 阿英说得好 阿英说得好 帝君 你怎么来了 灵瑶大会如此重要 这私兵店的洗尘啊 就不能怠慢了 我过来看看 这里是否一切正常 没想到 如此井然有序 帝君 大可放心 通过这次相识 我发现阿英 是一个难得的好女君 他脑子灵心地好 也很会与人相处 有他在斯宾殿以后 可以走向正轨了 那没什么事情的话 属下们先告退了 走吧 走 上次白鸟岛一别 只觉得安音伶俐 艳爽直爽 没想到这做起事来 也都颇有能力 这四兵殿交给你们二人 果然不负所托呀 上次一见蓝风帝君 还以为为风凛凛 一货百应 没想到事无巨细 都要过问一遍 也是很辛苦的 这天宫自然辛苦 可是安音女军 为何执意要来天宫 安音想要升到五匹 得到开辟洞府的权利 这大泽山洞天福地灵气充沛 安音为何要自己开动匹府啊 我也想有个家嘛 安音说得是 安音如此尚尽 五品官阶指日可待 到时候千万不要忘了 请我们大家去你的洞府 吃一集开宴酒啊 嗯 我